北市接連爆出防疫旅館疑似群聚感染 台北市打算要求防疫旅館的員工 全面打第三劑 否則要開罰 在防疫旅館工作時 滿五個月一定要打第三劑 這個他們自己要造冊 我們會去追 到1月底大概可以打到50% 國內第三劑接種率只有0.66% 柯文哲警告對高風險族群 若不趁早開打第三劑 後果難料 台北市符合標準可以打得有10萬人 10萬人才有700多人來預約 疫情沒有來的時候就皮皮的 也不想打 疫情來又呱呱叫 我還是勸大家 趕快把第三劑打滿 眼看防疫旅館 狂出爆 甚至拘捷滿14天 都還有人確診進入社區 專家痛批 很多國家早就縮短 第三劑間隔 指揮中心卻死守間隔五個月 才打第三劑 實在慢半拍 有八類人 你知道 被認為是免疫低下的 他是第二劑打滿四週 就算一個月就可以打第三劑 隔滿一個月以上 你打第三針 就會看到抗體會增高的效果 早一點打並沒有什麼壞處 到底要不要縮短第三劑 隔指揮中心依舊說要再研究 難道要等到疫情大爆發 指揮中心才要提早讓百姓打第三劑 記者楊七昊 許國豪 SNG小組 台北報導 不停旁大包